應該要去副科走一趟 就是最近的量就多很多 那雖然也沒有血塊也沒有什麼 可是就發現像我這一次來 最後幾天那個血很鮮豔 鮮豔就表示很快就出來嘛 如果很黑就很久才出來了嘛 那越鮮豔表示什麼 量可能會越大 對啊 所以那這樣我們也是要再去檢查 對 所以就要知道那一顆瘤位置 是不是靠近子宮腔的 還是它變大了 造成子宮縮縮不良 這照超音波就已經知道了 很簡單